如何查看自身财运,例,你是农历1995年7月出生,对应的年感就是已,月之就是身,二者的交叉点是病,表示今世的财月属病录,年感月之查询表,01项路,超级巨富,12项路中,已项路最好,正财,亨财两者兼克德,医生与金钱铁下不解之缘,创业做老板固然有机会成巨富。 即使帮人打工艺术令人呈现的打工皇帝,离开出生地往外必发展,成就更大,02杀戮,奔波劳禄,半生奔波,只因优柔寡断的性格所累,讲座又不够勇气,道立下决心只有为时已晚,因此在年轻时错过不少发达契机。 补救方法师学一门技能傍身,努力工作自然一时无忧,03财路,心与轻微,财运不过不失,所得的金钱与付出的努力成正比,像专钱必须千利轻微,而财路的人,一般比人聪明,有学时,是一从事专业形套,例如医生,律师,艺术家等。 下半生生活过得充裕,零四望路,大富大贵,财运方面与下路可看一笔,同属大富大贵命,致富之道是闻手突击,不宜投资高风险项目,文文文当当,反而渴望财源广向,财运主要由贵人待借,是一大阔人机网络和社交圈子。 零五暗路,先苦后甜,受前世影响,今生与家人难合目相处,别奢望可以靠物体发达,财源先苦后甜,需依赖朋友致富,不妨找个有信用的拍当做生计,晚年顺佳,击落不少金钱,长寿而健康。 零六病路,好时懒做,你并非能力训于人,只是自己好时懒做,机会送上门都白白流失。 想发达的话,切记谈吐阿易,所谓利不道不畏财。 此外,他们天生体质较差,没有良好体魄,竞争力难免被削弱,灵机动路,勤俭成富,作业服务十分弱,锁得一分一毫须和劳力赚取,可是才运极佳。 接应个性可勤可简,不放过问音良机,机少成多,八达都无人知,唯独一元现顺,可能不止一次嫁取。 零八逐路,孤寒敛财,金钱不缺,虽不是超级富豪,但一生财政充裕,要钱有钱,缺点是喜欢追民逐利,永远贪不知足。 但又非常吝啬,赚钱多多却又不舍地花费,孤寒财猪正是他们的写照。 零九贝路,离乡别紧,注定奔波劳禄在外的问时,以前中国人重视乡土亲情,迫不得已才会离乡背井。 但是世间悲悉比,有哪个商人不是搭飞机多过行路,总之问道歉便说贵格,十号路,快来快去。 一生中有多次大笔金钱过手的机会,即使如此,也不能算是富贵宁。 你每天才来得快去得快,如不能妥善理财,最后千金散尽,万紧孤苦凄凉。 十一困路,知足长了,所谓知足者贫义了,无论出生和财运都平淡无奇,但知足的个性令他们不以为苦, 夫妻不薄,多数拥有无忧的晚年,年纪越大越富贵,十二天路,祖艺丰厚,前世做的好事多, 今世可在富裕环境长大,祖艺丰厚,名妇其实含着金六世出生, 只要守住祖业,一生一世无忧,不一刻意钻银求财,否则容易招致失败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